在社会的角落 无时无刻都有弱势族群需要关心 巴德区五圣殿和立法委员赵振宇 特别发起了捐赠物资的活动 一共准备了400份的白米和沙拉油 分送给巴德区的各里里长 再转送给需要的弱势户 提供他们生活上的协助 大批的白米以及沙拉油 对放在庙里 等待各里里长领回 五圣殿庙方和立法委员赵振宇 联合捐赠了大量的物资 要转送给各里的弱势户 现在领取物资的里长 也在场代表受证户表达感激 代表在这里向他做感谢以外 其实说的主委 平常是都在那里方言彼声 所以说我们八地的这些好时 就是有这个主委 我们的立委也准备 再听说我们八地在地的 面方与局赵振宇服务处人员 将白米以及沙拉油 一一地放到拖车上 并且运往车辆 让各里里长载回 分送给有需要的弱势户 庙方表示 武圣殿秉持猪肉扶贫的精神 长期捐赠爱心物资 给里内弱势户 这次更和赵振宇服务处合作 联合捐赠白米和沙拉油 给予弱势里民最直接的协助 物资尽量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我们的成功向关聖地军大功无实的心态 希望大家乡亲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各个里长都知道每个里都困苦的是哪一些 所以请我们这些里长帮忙 他每一年不定期的 他没有一个确定固定的时间 他只要信徒还有他们的委员 集资到一个金额 他们就会买一些物品 来捐赠我们的弱势团 祭拜关公的巴德武圣殿 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妙方用实际行动的注若 回馈给有需要的里民 充分发挥了关公祭祀的精神 台湖宣讯员昊宣 巴德彩虹报道